是的房價一路飆升 讓買房成的越來越不簡單的一件事 來看一下連珍中心的一組數據 在去年的第一季的時候 發現到了以房貸來看 35到40歲成了買房的主力 換言之7年急升 他已經是主力買盤了 而他們平均買的是1066萬的房子 坪數是43.6坪 好 那我們來看 如果我們算代八成的話 那麼1066萬的話 那就是852萬 如果我們以30年來看的話 那麼一個月要還款是25K到30K 好 那麼在這個年紀 到底有沒有能力買房 就有網友他說 其實在16歲的時候 就已經決定一半了 為什麼呢 因為那個時候你是要選主 如果那時候你選的是文主的話 那麼到35歲的時候 你的年薪是70到80萬左右 有可能是局限在雙北發展 因為是文主 雙北有什麼不好 沒什麼不好 但是就是房價高了一點 如果當初的時候 你選的是李祖的話 到了35歲的時候 你的薪資可能會落在了100萬以上 這個100萬就是文主薪資的1.5倍 那你可能是住在桃園或新竹 沒什麼不好 就是房價比雙北還要來低一些 所以的話可以看到 在15 16歲的時候 就已經決定一半 是這樣子說出來的 而看到這個就有網友就說了 真實在太中肯了 但是現在後悔好像已經有點來不及了 請支持一個專門報導國際新聞的全新YouTube頻道 TVBS國際Plus 擴大視野掌握趨勢 請訂閱並開啟通知 小鈴鐺